為社會不公 打政治不義 我是黃俊仙 我是馬千惠 歡迎收看夜問大拳 內閣改組 這樣一個語轉玄迴的故事 許多的懸疑最後揭曉 原來 原來總統的家人 原來 原來 任何關係不如真正的比率 有關係 什麼關都當得到 是這樣子嗎 是應該這樣看待嗎 到底內閣改組給了我 告訴我們什麼樣的 真正的用意到底是什麼 在台灣 蔡總統 眼看著台灣的經濟 已經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他拿出來的對策是什麼 他對於兩岸之間 現在已經在冰凍庫裡面的狀況 蔡總統只有一招 他說大陸你要改善兩岸關係 大陸你要這樣做那樣做 他一再的呼籲大陸要做這些事情 而不管他自己怎麼做 大陸都要全力配合 這就是蔡總統的態度 而這樣的態度 大陸會接受嗎 台灣 台灣最近在美國跟日本 重申安保條約 竟然納入釣魚台裡面 台灣說什麼 台灣可以說什麼 台灣什麼話都不敢說嗎 台灣今天才是列強的 刀組上的魚肉嗎 不是的 19世紀的時候 美國 日本 英國 法國 四大強權全部都打過台灣 原來台灣報導台灣這麼重要 列強看到台灣都會流口水 千惠 來聽來賓怎麼說 首先歡迎的是政治評論員 董哥 董志森 大家晚安 立法委員賴世保 這都在訓練恭喜 立法委員王玉銘 大家好 前立法委員林玉芳 大家好 以及新黨新四位中心主任 侯漢廷 各位好 所以內閣改組 到底告訴我們什麼故事 千惠 告訴我們只顧關係不問專業 來看他就在上週五 而且就趕在大家都快下班的時候 才開記者會 公布了內閣小改組的名單 而這個名單裡面有哪些人 高升了 包括了內舉不必親的蔡英文表姐 林美珠接勞動部長 還有我們說 他真的是跨部會的人才 林聰賢迎來縣長 一路傳出什麼衛福部 然後還有勞動部 甚至到交通部 最後落腳農委會主委 那麼當然也被批評 在他擔任縣長期間 其實他發出是最多的農社建照 那麼另外還有 新任的科技部長陳良基 那麼事實上 他是前教育部次長 而當時他擔任台大副校長期間 是學生反課綱 於是他是力挺學生 勇闖教育部的 當時還痛罵教育部很可惡 以及新任的衛福部長陳時中 是幫蔡英文寫政見的牙醫師嗎 好 來看看 引起了所有外界的反彈 主要有兩塊 一個部分針對林美珠 這個潮原市產業工會總工會的顧問 毛振飛就認為說 其實出身於法律界的林美珠 對於這個所謂勞團來講 是一個完全看不懂的人 不知道為什麼最後會由他出現 難道真的是因為有血清關係嗎 以及這個景大前教授葉玉蘭 他其實冒著被批評是政治變色 龍龍風險也要幫林美珠說話 因為他說 過去跟他共事十年的觀察 他認為林美珠是個尊重專業的人 所以也期許他應該可以 為被一利一休綁架的台灣 殺出衝出一條血路 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澄清了 說林美珠接勞動部 是林權要求幫忙的 跟蔡英文總統一點關係都沒有 不過我們來看到 事實上讓整個農業界都大崩潰的 就是新任的農委會主委林聰賢 那麼很多人說他就是一個 拚命蓋農社的宜蘭縣長 那麼現在居然接掌了農委會 好 前總府副名市長羅志強說 乾脆證明農社會好了 那麼當然在地方上 尤其宜蘭很多的小農就認為 事實上林聰賢他只有農社專業 他並沒有農業經驗 而且認為這農社問題上面 他玩弄農民是不可原諒的 那麼台大教授也說 農業治理是需要專業的 來聽聽工商界的聲音 對於這一份內閣小福改組的名單 工商界的看法 工商協定會理事長林伯峰 他說只好等上任之後再評估 另外許勝雄認為 重點是在於找到可以執行的政策 還有能夠合一應對的團隊 不過這只是第一波 那麼事實上還有第二波 現在有一份留校查看的名單出來了 時間點會落在520 執政滿一年的時機 包括府院人士就說 如果520之前 部會首長還是交不出成績單的話 還是可以再繼續調整的 那麼下一波的留校查看的名單 可能一再一傳再傳就是老藍男 包括他外交部長李大維 好 我們來看到 因為前立委許忠信就說 外交部應該要利用美中衝突 來獲得台灣的生存空間 但是李大維都沒有動作 應該要被撤換 第二個被點名的 還有國發會主委陳天之 這是從資深媒體人 宗益引文傳出的 他說蔡英文多次在聽過 陳天之的報告之後 忍不住斥責這樣的國發會 如何治國 好 所以外界就看了 下一位 下兩位 是不是這兩位 還有前體委會主委林德福 現在確認要接教育部的體育署長 那麼當然也立刻被國民黨立委 柯智恩批評說 當時在陳永扁執政時代 事實上就是林德福 喊出要配合阿扁的台灣足球元年 結果鬧出了一場花了錢的大鬧劇 委員 我們來看這一次出來之後 我們的中史民調 45%的不滿意 滿意的不到30% 這裡面來講的話 而且46%認為說 需要進一步再次的改組 後來就說這一次的改組幅度不夠 為什麼這樣子 大家認為台灣應該拚經濟 這些來講的話 跟拚經濟大概都沒什麼關係 而且這四個人有一個很大的特點 四個字 一個叫夠綠 一個叫夠輕 很簡單 林宗賢 陳良基 陳時中都夠綠 而林美珠 蔡英文的表姐 這裡面什麼人最扯得最離譜的 叫徐國勇 他怎麼說 他說跟蔡英文無關 這個叫真的眼睛說小話 不要忘了 我們所有的部位首長 要總統簽字的 是特任官 是特任官總罰簽名 總統要簽字的 什麼跟他無關 他都不知道 這個林權說我要用林美珠 他說好 我不知道林美珠是誰 會這樣子嗎 對不對 先不要講林美珠是不是夠格 但是最少最少 我們就看到說 什麼叫發言人 就是講很多話 你不知道他講什麼 那叫做最佳的發言人 或者是睜眼說瞎話 他這一句話 現在就是睜眼說瞎話 然後你看看 林從前來講的話 他專門幹農社的 所以有人說 現在農委會變成農社會 陳良基 不要忘了 他是什麼 他是因為說這個楊敦宏 原來科技部長是大水吧 把台積電的營業機密講出來 你要問另外大水吧 張錦生也是大水吧 馮氏寬也是大水吧 都沒事 為什麼他有事 楊敦宏有事對不對 而且陳良基推動 說以前當教育部次長的時候 不得了 他是什麼 產學合作的專家 他來推動台灣的這種技轉 很重要 也因為他要推動一個 一個叫什麼技轉條例 叫做科技基本法 他想推動的人 這個法在立法院 還沒有三堵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政府 把內閣的更替 這個當玩笑 是不是 你只要夠青 夠綠 就跟蔡英文夠青 然後你的顏色夠綠 像陳時中 是第一位 第一位牙醫師當衛福部長 以前的話 這個醫生來講 牙醫師稍微低位 比醫師稍微低一點 是不是 這些醫生界 醫界不知道怎麼想說 牙醫的當部長 要管他們的 牙醫也是很讓人尊敬的專業 可是做醫生的族群來講 醫生會覺得說 怎麼輪得到這邊來做 為什麼這樣子 因為陳時中替蔡英文寫白皮書 這裡面所以你就夠青 夠綠 夠青 夠綠 你就亨通 你就可以當官 就這麼簡單 所以根本內閣看不到 一點點的拚經濟的一個 一點點的誠意 所以大家不滿意 世俗不滿意 那葉玉蘭他幫林美豬講話 林美豬他是國民黨 你們國民黨培養出來的 良好的文官 我們就來看看林美豬 他到底是怎麼樣的人 他其實他真的是考進公務員的 一直在內政部檢任秘書 著作委員會主任委員 內政部參試 一直到 其實在1999年 國民黨輪替之前 他最高當到內政部的參試 然後後來他就變成 內政部法規委員會執行秘書 陳水扁的時代 他就開始升了 要知道 2002年到2004年的時候 已經是阿扁時候了 那時候蔡英文 已經是綠朝的宏官了 這個時候他當到內政部 民政司司長開始升官了 再來 行政院參試又升了 然後再來 變成中選會秘書長 然後又到內政部政務次長 你看一直都在內政部 所以他的專業在內政部 好 2010年這時候什麼時候 是馬英九當總統的時候 這個時候他辦了退休 然後其實 因為他當過政務次長 已經辦了退休了 這個時候他去嘉義縣 去當了副縣長 好 2015年他幫蔡英文駐選 叫做競選辦公室主任 果然 剛剛委員已經講過 夠輕 這樣子也夠綠 所以你看 都符合 他其實現在已經是官 他是政務委員 而且他是盟葬委員會委員長 結果他這段時間裡面 他做了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他現在要去做勞動部的部長 以前國民黨時代 一定要是跟社運界有關的 了解勞工的 他不了解 所以勞運的人說 他是個奇怪的人 對 我覺得你如果從 這些勞團的發言 你就知道說 這個蔡英文的表姐 來出任勞動部部長 這真的是天外飛來一筆 他們想都沒有想過的事情 因為大家看到 林美洲他過去的經歷 都是在內政部 以內政部為主 而且是以法規為主 包括他現在 即使貴為政務委員 他督導的部會是誰 是內政部跟法務部 OK 所以如果就是這兩個部會 怎麼樣過去當然有這個慣例 如果他督導所屬的部會有出缺 由政務委員來出任部長 這過去是有的 像過去羅英學他是政務委員 然後他督導法務部 他還擔任法務部的部長 這過去是有的 但是讓大家最訝異的是說 既然你內政部的業務 這麼熟悉 這麼擅長 你說你又是法律的專才 好 很新 好棒… 那就法務部 也不是 直接都跳到這個勞動部過來 所以他這一個的布局 的確讓外界看不懂 難怪勞團無從評論起 他就不曉得為什麼是這個邏輯 他連邏輯脈絡都抓不出來 所以他完全無法評論 我覺得蔡英文 他不曉得是什麼樣的想法 有可能 現在外界有種說法就是說 因為是自己的表姐 可以上達天廳 現在可能跟這個工商企業界 跟勞團關係就處得不太好 所以將來只要第一線 有些什麼反應的話 他是最好的傳聲筒 我直接上達天廳 我就通通都跟總統 直接報告了 這個領權一點都不重要 我只打天廳 可能作為一個傳話的管道 是非常暢通 這一點大概無語 但是我們要講的是說 一個部長只要這個優點 就可以了嗎 一個部長這麼重要 部會首長 你可以完全不考量 他過去的經歷 他的專業 他在這個領域的熟悉程度 通通都可以不考慮嗎 這個是讓大家非常訝異的 因為基本上 我們對一個部會首長的期待 不是只要會溝通 他應該是對於這個領域 這個專業有一定的想法 他能提出一些願景 主張 他到底想要做什麼 結果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這個人事案發表完之後 不是刻意禮拜五 六點半 我就被很多媒體這樣子追著問 我說第一個時間點 他是故意的 就是讓你沒有辦法問到 這些相關的部會首長 讓他有一點緩衝起 再去想一下 人家就問說 那你上任的部長 你的理想是什麼 結果其他人 隔天大概到下午的時候 加減都講了 只有林美豬沒有講 林美豬說 我要加減跟勞動部的同事們 來研究一下 意思就是他要惡補就對了 他還要關起門 趕快惡補 趕快迎頭趕上 請問我們有任何 這是一個在準備好的情況底下 發佈的人事案嗎 顯然不是 而今天我們看到 像這個衛福部林皺炎被換掉 我也是為他叫去 他人在國外 一個人在國外的部長 然後你前一天就告知 然後就把他換掉 這個手法是非常粗糙 而且是非常不尊重的 我們要問的是說 陳時中的專業 有比林皺炎優秀嗎 林皺炎在一屆 他其實是感染科 也是小兒科的權威 在專業上 看起來陳時中 並沒有比他優秀 唯一就是林皺炎 他可能覺得他不夠硬 就是去積極實踐蔡英文的主張 可能就這一點 他就這樣子換掉 你這樣換上來 有沒有越換越好 看起來好像是打上一個問號 這個整個部長的任命 讓人家非常害怕的事情是 如果像委員講的 只是用人為親為律的話 那真的很糟糕 像衛福部長 過去歷年來 不是說只用醫生 而是說他會用大型醫院 具有行政歷練的醫生 在醫界普遍大家都知道的 這樣子來用他 可能他在行政能力上面 跟威望上面足以服縱 而因為幫他寫了證件 所以就可以管 衛福部是非常非常難管 非常複雜 影響到食安 醫藥所有的事情 還有健保 所以預防委員 這是每一個的問題都非常嚴重 而林美珠的問題是在於說 真的只要是表姐 就可以溝通了 這樣就可以了 葉宇蘭教授說 林美珠不錯 因為他一定會尊重專業 我想請問 林美珠本人專不專業 他有勞工嗎 你本身 你本身夠不夠專業 不是說你尊重專業而已 你本身如果夠專業 你才知道誰 才是真正的專業 你才有可以談第二步驟 你要不要尊重他 林美珠本身 如果你到內政部 去當部長 可能比較合適 為什麼 因為他在那邊當過秘書 在那邊當過參事 當過民政司的司長 也當過次長 你現在跳到一個勞工部去 勞動部去 你對勞動部的事情 對勞工的議題 你不是學者 你不是研究這個議題的學者 你也沒有在勞動部工作過 所以這個議題 你不專業 而且你也沒有經驗 這樣好不好 這裡面講其實林充賢 是最應該被批判的 為什麼每一次傳出 他要移動消息的時候 部位首長有空缺什麼 交通部什麼部的時候 就會想到他 民進黨就沒有人了 就只剩下林充賢 民進黨如果沒有人 民進黨的外面 廣大的台灣社會 找不到人可以當農委會的主委 國民黨以前心胸比較大 常常找農業的專家 學者 讓他們去當農委會的主委 因為他有理論的基礎 又可能有一些食物的 這樣一個接觸 就會駕馨救手 林充賢有什麼 他是念農業學校沒有錯 念農專沒有錯 請問你那給你在宜蘭當了縣長 當了這麼久 請問你 你做出過什麼績效 他蓋農社 對 這是一個羞恥的一個象徵 一個農業縣變成都是農社了 綠地越來越少 農田越來越少 這是個丟臉的事情 而且尤其他應該被批判 就今天的下午 大概1點半 農委會的副主委陳吉仲 帶著所有的一級主管 跑到宜蘭縣政府 跟林充賢縣長做簡報 簡報農委會的事情 過去有這樣的事嗎 我請問你 從來沒有過 我告訴你 林建長是不懂規矩的 是個沒有規矩的一個政黨 怎麼可以這樣 國民黨雖然保守 僵硬 但是國民黨是叫整個機來 準手提示 規矩很重要 倫理很重要 請問你 陳吉仲 不管是你陳吉仲 主動要去見林充賢 還是林充賢要求你帶人來了 林充賢都不可以 即使陳吉仲 主動要去做簡報 你都應該拒絕 你沒有拒絕 那我請問你 那現在農委會主委是誰 農委會 你那麼 要把曹啟宏 曹啟宏 你現在就把他踢出去了嗎 他現在在交接以前 他依然是農委會的主委 你不顧他的面子了嗎 你這個副主委 就帶著馬屁精 帶著一級主管 全部保到宜蘭縣政府去了 那曹啟宏 你會怎麼想 林充賢也不懂事 這個看起來官威可真大 你還不是農委會主委 你只是准主委而已 在這以前人家拔掉你 還有機會拔掉你 你現在就以主委的身分 在接見農委會的副主委 還有這些一級主管 我認為這個人根本不懂 虧他在行政部門也有過歷練 他完全不懂 行政部門的這個規矩 其實民主社會 民主制度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他有一個體制 那個體制不叫做落後保守 是你所有的運行在法律之上 你有一個體制 是大家要共同遵守的遊戲規則 這四個人選 董哥都很怪 都不可思議 可是其實聲音也不大 但是林美祖如果要做勞動部長 現在有呼聲出來說 你既然就要做 你跟總統那麼親 那你是要來停掉一粒一休的嗎 你覺得是嗎 董哥 還是他是來執行一粒一休的 他當然是來執行一粒一休的 然後把那個沒有替蔡英文擋子彈 沒有出來辯護的 郭芳玉把它換掉 就這樣 你覺得郭芳玉被換掉 是因為沒有出來辯護 因為他沒辦法辯護 他過去就是陳雄文的副手 陳雄文那時候主張的 就被郭芳玉上來 因為蔡英文的意思把他推翻 你不是兩邊都不是人嗎 所以你過去做的跟過去講的 馬上就被拿來做比較 看到這樣 你其實剛剛林立方委員講得 非常對 就是說怎麼可以去跟林充賢 做簡報 陳吉仲你在幹嘛 蔡英文當副院長退休以後 下任以後 還不是找金監會的官員到他家裡 替他做簡報嗎 那就是宇昌案 可以嗎 當然可以 蔡英文總統都這樣幹 其實你可以 對 你可以看到這些都荒謬 他在家裡的 他已經退下來他是老百姓 結果他叫國發基金的官員 到他家裡面做簡報 因為他們家的宇昌案 是 一家三個人池 請問台灣社會有給他公道說 馬上就很好 沒有 每天罵他 所以你看到台灣社會 都不公平 民進黨政府做什麼都可以 國民黨政府做什麼都不可以 我原來以為 林美豬會去農委會 因為農委會未來三年 最重大的業務就是美豬 原來 就是美豬 當然好消遣他一下 美豬管美豬 是 但是你今天看到了 他其實是很離譜 各位朋友 這林美豬 大家看他女兒 祭砍七天假 那時候他媽媽在當 盟障委員會的委員長的時候 他祭砍七天假 他是誰 他在做什麼工作 他說我是假公務員 他是政府A聘僱的 約聘僱的 對 他等於說在中央機構 就當約聘研究員 這樣反對蔡英文的政策 然後林美豬的兒子 這更有名 吳孝賢 他那時候說他要去募三千萬 每個人出一千塊 來把中正紀念堂把它拆掉 中正廟 所以你可以看到 是如何的有爭議 但是我們其實看到 蔡英文用這些人不奇怪 陳良基 號稱紀轉王 就是說技術轉移 他是全國最懂的 其實不是 全國最懂的是翁啟慧 第二懂的是蔡英文 他們才是技轉 皇帝跟皇后 他陳良基算什麼 他有什麼本事 我實在看不出來 就是過去挺太陽花 挺黃柯剛 然後講得非常好聽 所以剛剛賴斯巴委員說 他夠勝利 真的是勝利 那你用這種來看 整個人事制度 像葉宜蘭委員我們很熟 他跟林美豬接觸 沒有錯 可是他的關鍵是什麼 關鍵是台灣有兩個社會 蔡英文用他的表姐 不能批評 馬昂久上任的時候 周美清做了30幾年的 趙豐金法務處長 不能做 因為趙豐金政府裡面有鼓問 周美清的哥哥 因為他做一家論法油品 這家油品常跟中油買油 所以他哥哥董事長也辭職 對不對 然後他的姐姐 馬以南 馬以南是大陸發協的 副總經理 他也是人家請他做 他也沒有鼓問 也不是老闆 他被罵是門神 他被罵是門神 他還辭 一家三個人辭 請問台灣社會有給他公道說 馬昂久很好 沒有 每天罵他 所以你看到台灣社會 多麼不公平 民進黨政府做什麼都可以 國民黨政府做什麼都不可以 如果是馬英九 他的表姐來當勞動部的部長 我不知道勞團現在可能已經把勞動部 給翻了 放一把火燒了 勞動 勞團到目前為止非常安靜 只講了一句非常溫文爾雅的話 我不懂的 這是看不懂 好斯文 我們認識的勞團 什麼時候這麼斯文這麼客氣 所以台灣有兩個社會 如果你不是綠的 你最好什麼事都不要做 但是對於大陸 還是一樣 蔡英文說了算嗎 蔡英文說這樣就這樣嗎 他可以叫中共這樣往東 中共就會乖乖往東嗎 像台灣社會一樣嗎 不是 台商就不會乖乖往東 對 主要是商機在哪裡 商人就在哪裡 哪裡有牛肉 台商就往哪裡跑 這麼淺顯硬懂的道理 可是蔡英文政府看懂了嗎 我們就從昨天 這場海濟會為大陸台商 舉辦的春節聯誼來看看 這個有台商不領情 尤其是台七連總會長王平生 居然缺席 所以台商會長都不來了 都不捧場了 蔡英文政府要如何突破困境 我們就來聽聽 好 台七連榮譽會長郭山輝就說 蔡總統表示希望 能夠突破目前的困境 下半年 下半年 可能會是提出新政策宣示 比較好的時機 所以還要等到下半年 而且到下半年 是不是其實也是又講一堆空話 而這個漳州市台商會長 廖萬龍他更一針見血了 他說其實現在兩岸關係倒退 百萬台商求助無門 再加上EPPA後續協商停滯 所以接下來的出口 面臨高關稅 大陸的南向政策 早就已經展開了 所以政府對台政策 台灣來說已經失去先機 我們看到在昨天這一場的 春節聯誼 不只王平生缺席 包括了許許多多的 重量級台商會長 都全部不來了 像是北京 上海 廣州等 這場台商會長完全沒有出席 所以換句話說 這些台商這些大咖門 其實對蔡英文政府 是充滿疑慮的 可是他們會去哪裡 15號台七連將在北京 舉辦新川聯誼活動 那麼屆時台商們齊聚一堂之外 還會有張志軍海協會長陳德明 等人也將與會 所以我們看到從昨天 這場春節聯誼 等於是擺明了給蔡英文 還有海基會面子掛不住 這個場面很難看 可是我們看到海基會董長田宏茂 也自我安慰 他說不要完全解釋是政治作用 也有一些個人因素 所以台商不來 是因為北京有壓力嗎 還是真正的癥結點問題在於 台商自己知道哪裡有牛肉 所以用腳證明要繼續蹊徑 我們看到蔡英文總統 他沒有攻擊在兩岸這一塊 但是還搶著爆料 政府大嘴巴怎麼說 他說台七連包括了王平生 這幾位台商 他們要規劃回台灣投資 苗栗三億木雕園區 好 他事先放出這個消息 在今天下午的時候 王平生回應了 他說其實就是單純的投資案 商業投資案 可是被政治化 他覺得感覺很不好 台七連常務資深的副會長 他說即便屬實 蔡英文總統不該講出來 因為當前這兩岸情勢 但事情還沒有確定好 之前就先發佈 很可能下場就是見光死 像之前 這是一個活生生血淋漓的例子 據說科技部長楊宏敦 就是因為禁制對外發布 台積電投資案 而因此下台 因為當時惹得張宗盟很不高興 好 那麼已經有潛力可循了 再加上畢竟當家不同於在野 我們看到政府難道要帶頭 節外生枝嗎 OK 從新春的一個聯誼會 其實這是一個喜氣洋洋的一個會 可是你看到台商出席 離離落落 所以我們看到什麼 漢廷 你看到台商他們的憂心 他們到底在擔心什麼 他們本身不希望有任何的政治化 可是蔡總統拼命政治化 拼命說台商要回來投資 他要把這個台商投資 三億木雕員去化成自己的功勞 所以他是要拼命的講 突破困境 但其實困境是你自己造成的 你想要突破困境 但是不承認九二共識 造成兩岸的困局 就是蔡英文當局自己造成的 過去民進黨不斷的去反中仇中 把很多台灣到大陸投資的行為 都說是賣台 人才外流 資金外移 所有一切都貼上負面標籤形象 但是現在自己窮了 又希望當初被你罵的這些人 再度把錢拿回來台灣投資 台商也不是傻子 過去兩岸有非常多的經濟協議 ECFA清定之後 光是台灣出口到大陸的東西 每一年省下了幾百億的美元 那麼這些東西一樣 被蔡英文說是 這些都是很不好的東西 甚至是應該全部都中斷 而兩岸之間的租稅協議 使得很多台商過去以來 他必須又交給大陸稅 馬政府執政時期這個協議一簽 他就只要把稅交給台灣就好了 種種的利多行為 對民進黨來看 都是不公不義的事情 所以怎麼有臉 還要求台商回來投資呢 好 我們從經濟層面來看 如果說我現在是一個 已經在大陸的台商 我的總部在上海 我的製造在廣東 我銷售的東西是全中國大陸 好 那請問一下 我有什麼理由跟利益 非要把總部搬回來台灣 有任何的好處嗎 有任何的方便性嗎 沒有 好 我們再舉另一個例子 如果今天一個台商 他是一樣 他的公司在大陸 他必須要從越南進口東西 然後賣到大陸 因為大陸跟東南亞的國家 都有各式各樣的FTA 而且整個東西的關係也很好 他有什麼理由回來台灣 沒有 因為台灣FTA涵蓋率太低了 所以回來台灣 沒有任何的利益性跟誘因 而這是民蔣當局 所必須要去思考跟突破的 所以蔡英文政府 他現在面對台灣所處的困局 賴委員 他到底是看到了 還是假裝沒看到 他應該有看到 也假裝沒有看到 而且他你可以看到 他故意爆料 代表說台商也支持他 一個很重要 凡事政治化 第一點我要講 第二點 他不要繳交共識 但是又希望兩岸 能夠繼續交流 可以 他能不能提出一些新的東西 具體讓老共感覺 你有一點善意 比如說兩岸監督條例 放在那裡 我看到這兩天 有立委 綠色的 民進黨的立委說 不用了 不要嗎 那個不要了嗎 那個當初被你這樣千辛萬苦 把他擋下來的 你就釋出善意 兩岸監督條例之後 你就可以審福茂了 你那個定位就很重要 你怎麼讓大陸看到 你不會往台獨方面擠走 對不對 兩岸監督條例 是一個很好的指標 你可以提出來 是不是 來審 他們不要 他不要 到現在為止沒有 我們看到沒有任何動作 我們就在野黨 我們沒有用 現在行政院有沒有版本 對不對 立法院的版本是什麼 來推 你說九號公司 你一定不要讓大陸 感覺到你有點善意 你現在來講是這樣子 他對大陸一樣非常仇視 是不是 而且你看一切的反中 而且像今天一個最新的消息 是什麼 美日安保條約弄下來對不對 把釣魚台發進去說 是日本的 這是我們台灣的領土 中華民國的領土 我們的政府都不講話的 是不是 這個時候你要不要講一點話 某種程度也像大陸講說 來 中華民國領土我要捍衛 這些東西小動作也可以 但是完全都沒有 只是說你不要給我打壓 你不要打壓 對不對 但是我不要九號共識 他們有任何的章法 然後說你看台商 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要把錢搬回來 還要投資 建光使 按照楊敦宏的一個標準 他是不是應該要點點點 所以蔡英文的態度是 日本打壓我沒關係 美國踩死我也沒關係 釣魚台把人的 太平島沒關係 但是我今天不開心 我咳了時候 都是你大陸的錯 她是怎麼講的 她說兩岸要談個新共識 就是她才出席大陸台商 春節聯誼活動的時候致詞 她說大陸應該要以新的思維 還有做法 共同分化兩岸互動的新模式 她呼籲北京當局 應該要正式解決台商 經營上的各種困難 排除政治干擾 為兩岸的善意 有一些積極的作為 好不過大陸官方中評社 立刻回應了說 沒有一中根本沒得談 蔡英文不斷喊話要求 與大陸談互動新模式 或者是新共識 充其量只是一個 且戰且走的策略 所以預防委員 蔡英文顯然是說 台商你們很苦我知道 這都是阿強的不對 所以她說蔡呼籲大陸 正式跟解決台商的困境 台商的困境都是大陸的錯 我們台灣的困境 也是大陸的錯 對台商來講 你如果說服貿可以通過 對 對他們真的是非常好 因為兩岸來講 大陸很多地方 發展得非常的快 可是在服務業這一塊 坦白講 他要給我們學習的地方 還有很多 也就是說我們是領先他的 我們領先他的地方 你達成協議 沾便宜的是誰 是我們 是台商 你結果你不要 你現在如果要跟對方談 我覺得對方也不會跟你談 因為他現在整個問題 已經咬死了 本來有些人很樂觀的說 大陸是很靈活的 打打談談 談談打打 所以蔡英文不需要再讓步 反正大陸最後他會想個辦法 再跟台灣再勾起來 他忘記了大陸 已經發展到今天 他如果他是大國崛起 他已經有新的驕傲 新的成就 新的驕傲 他怎麼可能會低得下頭 不可能的是 所以現在這個情景就是說 蔡英文把問題提給大陸 所有的問題是因為你而起的 你要用新的思維 新的做法 來解決兩岸之間的困境 可是對大陸來講 百分之好好一條路 九二公事 你說你的中華民國 我說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也走了八年平順 你現在你把這條路給堵住了 不能走了 要重新打開這條路 就是你要接受九二公事 要解決問題的事 但是你怎麼會是我 所以現在坦白講 兩邊在踢皮球 苦了當然是台商 你們兩邊的政治關係 搞得這麼不好的時候 有很多的問題是這樣 大陸的人民 堅定要對台灣就厭惡起來了 第一個 大陸官方對媒體的控制 當然是很嚴的 第二個 大陸網民也很兇悍的 網民像火燒車的事 油燃車火燒車的事 網民也就在上面罵 我們的人到那邊旅行 還被你們磨害 那個實際真的是磨害人命 這樣子的結果 我跟你講 台灣的產品 在大陸的市場 你覺得慢慢越來越難賣 就像日本 為什麼他經濟搞不好 二十幾年來 因為他大陸的市場 是越來越小 為什麼會小 不竟然是政府的原因 他們也有公民社會 他們這些人民串連起來 就不賣日本的東西 南韓現在也在被整 所以你慢慢的這樣下去以後 大陸政府就坐在那個地方 不做什麼動作 大陸百姓慢慢討厭 台灣的產品 你台商在大陸 而且他們還這樣 有時候會點 有時候叫康斯武前輩 點說後面是日本人的什麼 你又如果台商在那邊 賣得比較好了 他就故意 有人就在上面講說 這個是日本人在後面撐腰 這些都會垮 所以兩岸的政治關係 再不改善 台商真的被人家當成祭品 不只是台商 甚至是其實台灣本地 大陸觀光客來台灣減少了 那台灣本地是加成的不好 因為最近有做堅果進口的朋友 跟我講 堅果進口就核桃什麼 進口減少了6分之3以上 就是一半以上 而玉民委員 蔡英文說 我們要來談新共識 不要九二共識 可是大陸媒體立個批說 你在講小尾你在講空話 他同樣的話再多說幾遍 他會被打鏈的次數 應該只會越來越多不會越少 他要這樣自欺欺忍到什麼時候 倒退就是倒退了 那你關鍵的問題 如果你不處理不解決 我都不知道他明年還有臉 再請台商吃飯嗎 台商真的還有人要來嗎 他說半年以後 我們會有一個好的契機 我們可以有一個什麼新的論述 又來了 為什麼是下半年 為什麼下半年是好的 對 為什麼 我要問蔡總統 為什麼是下半年 請問你從去年520就任到現在 如果是今年的下半年 你知道已經過了多久了嗎 已經滿一年 一年多了 為什麼你這個的政府 是要台商等待一年多 你才要把你的新政策拿出來 這是真的嗎 還是說 的確這個中平社已經講了 這是他的緩兵之計 且戰且走 因為他現在就是 整個跟大陸的僵局 他也沒有智慧 也沒有能力可以打開 所以他只好安慰一下 台商說有 因為今年剛開村 不能說沒有對不對 說下半年 反正下半年到時候出不來 再繼續罵大陸 都是大陸害的 也不是我 形勢上浩浩大大 在人數上還覺得說 比過去兩年人還多 人家檢視下去就說 多了什麼人 多了官員 多了一些刺客 對 多了台灣的刺客 就是被邀去衝人數的 他要這樣自欺欺人到什麼時候 倒退就是倒退了 你關鍵的問題 如果你不處理 不解決 我都不知道 他明年還有臉在請台商吃飯嗎 台商真的還有人要來嗎 兩岸關係經得起 從他上任到現在 如果再過一年多 還是一樣毫無進展 都是倒退的 我覺得大家會受不了了 事實上台灣 今天這樣子的地位 列強從日本 美國安保條約 竟然把我們的釣魚台列島 列在裡面 然後大陸當然重視台灣 東南亞也重視台灣 全世界的強權 對於台灣 這個關鍵的地點都非常重視 是現在才這樣子嗎 不是的 19世紀的時候你知道嗎 英 法 美 日 四大強權 都在19世紀打過台灣 1839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什麼時候 是香港這邊是廣州 英國打鴉片戰爭 打一打打到台灣來了 結果在台灣沒有得逞 好 後來中法戰爭 因為那時候越南是大陸 是中國的反屬國 法國想要搶越南 所以從越南開始打中國 打一打也打到台灣來了 好 在這兩個戰爭中間 1867年 美國竟然也打過台灣 1871年 也就是羅發號事件 四年之後發生了一個事情 什麼事情 1871年10月 一艘琉球王國的船 在航行的途中 突然遇到大風大浪 為什麼叫琉球王國 因為那個時候 它跟日本一點關係都沒有 它是咱們大清的反屬國 這艘船漂流的時候 就漂流到了台灣 東南部的一帶了 就到了這個叫八窯灣 屏東的八窯灣這個地方 那麼原本有69名的船員 有三名溺死了 66名的船員上岸之後 其中有54名的 琉球王國的船員 遭遇到了當地排灣族 原住民的出草殺害了 這船員裡面有四個 是我真正的日本人 是真的日本人 清朝你給我交代 殺了我四個日本人 這個基本上台灣很多地方 是這個化外的深藩之地 這個我們也管不太到 這個化外的深藩之地 沒責 沒責 我就是 我日本就是要你說出這句話 原來台灣的深藩 是你的化外之地 那我來打深藩 你沒話講了吧 基本上那個深藩我們不管 你們處理 虛為之後 日本立刻回去 準備打台灣 台灣叫做牡丹社事件 就是1874年 第二年就打了 然後這個牡丹社事件 日本叫做增台之意 直接就是說增台之意 好 牡丹社事件 為了要打台灣 日本做什麼準備 3600個日本兵 坐船就來台灣來打台灣 一直打 打不下 原住民非常兇悍 結果後來他有一隊 野戰部隊登到那個懸崖 用機關槍掃射 所以三個射的全部的原住民 全部被占領 被燒殺掳掠 被強姦 然後全部燒光 就是牡丹社事件 這3600個日本兵 最後回到日本只有600個人 有2000多個人都是在台灣 因為瘧疾死掉 好 日本也討不了什麼好 他最後也不敢留在台灣就走 可是因為這樣一打 他把台灣整個摸透了 沒有過多久 1895年 甲午戰爭過後 他佔領台灣 他就真正把台灣拿走 今天台灣最大的問題 就是在於自己的認同 台灣內部自己的衝突 其實也是在於很多人的認同 他的錯亂 過去我們的領導的李登輝 陳水扁 到現在的蔡英文 他的認同就是這樣 最近牡丹社的事情 因為有人要在牡丹鄉這裡 屏東這裡 要來蓋日本的神社 也蓋了 所以才引起很多的爭論 我們剛剛講到說 牡丹社的事情 其實是琉球跟台灣的人 中間的一些衝突 跟日本什麼事情 當時琉球不屬於日本 可是日本就會想方設法 用一點點油頭 要派兵來打台灣 好 那你說為了要台日友好 你就要在這裡 竟然要蓋日本神社 可是榮民辛辛苦苦的 為台灣做許多建設 連榮民的紀念碑 我們都容不下嗎 好 這個事情 要從去年10月說起 是新竹官務地區泰雅族 斯卡魯流域部落聯盟 他們當時到了 官務森林融樂園去抗議 要求拆除大陸林道 這些遜難農民的紀念碑 因為對於泰雅族來說 農民所做的開發 其實是對他們家園的破壞傷害 所以這個事情 在原住民的部落越演越烈 那麼直到1月30號 民進黨的立委 Klaus Yotaka 就提出了一個辦法 他說要尊重多元族群 還有多元使官 所以不要拆除農民紀念碑 而另外建立一個 泰雅族祖靈的紀念碑 那麼現在雙方達成了共識 算是各退一步圓滿落幕 所以對台灣內部的態度是這樣 可是對日本 非得要蓋那個神社不可 一方委員 屏東縣就說 這是日本人他們出的錢 他們要在這邊立一個 日本神社那個方式的紀念碑 可是屏東縣政府為什麼批准 對 我們的主體性在哪裡 日本神社既然叫日本神社 當然就是日本人的 就日本的風格 你憑什麼在台灣 如果台灣是個族 你自己強烈的主體性 怎麼會容許他這麼做 那些身犯殺人不對 可是再怎麼樣 你日本也沒有道理 利用這個事件 來侵略人家的土地 對不對 你煞雨而歸是活該了 是應該的 你把人家殺了那麼多 那是不應該的 對不對 所以立一個紀念碑 講出這個歷史的原委 原來那個地方 如果沒有記錯 本來是有一個紀念碑了 你現在憑什麼 可以立一個神社 就像台中的情形也是一樣 康樂紀念碑你拿掉 立一個日本的神社 你是幹嘛台灣是已經被 變成日本的屬地了 還是怎麼樣 這個是不可以的 但是各國為什麼要打台灣 因為你知道地圖攤開來一看 台灣是有它的重要性的 台灣就是東北亞 跟東南亞之間的聯繫 然後離大陸又這樣子近 所以也就是說 有一點英國跟 歐洲大陸的那種關係 這個英國要火得很好 那就要大陸 歐洲大陸自己要內亂 這個時候英國就可以扮演 平衡者的角色 然後姿態就可以很高 現在是大陸不再犯錯了 大陸 台灣以前火得很好 冷戰的格局 大陸搞得三反 五反 對不對 文化大革命這些 很亂 台灣的政策不錯 他就可以火得很好 大陸現在慢慢的 比較不犯錯了 所以大陸整個就強起來 你台灣這個時候 你的選擇應該跟大陸和平相處 而且利用大陸的市場 利用大陸的資源來壯大自己 結果你的選擇就是 你要給他對抗 所以我們在選擇 回過頭去看 19世紀之後的強權 當時的台灣 當時清朝官員的蠻罕 委員 我們現在沒有得到教訓嗎 我們是這樣子 一般來講現在民進黨政府 最喜歡講說台灣人最大 以台灣人為中心 如果從這個角度看的話 那麼你的一些事情的話 應該符合這樣的角度 可是你現在發現到 以台灣人的中心 是針對大陸的 真的日本就不是 你就發現真的日本 就矮了一大截 矮了好幾截 就認為說你看 你可以看 你剛剛所提到的 農民的紀念事情對不對 你就發現到對大陸 來自於大陸的拼命拒絕 來自於日本的拼命接受 而且把它當作 是類似他的祖宗國一樣 我們好像日本的殖民地一樣 就大家這些人在強調 台灣主體性的同時 他會不會汗言 說你怎麼面對日本 為什麼碰到日本 你就全部通通沒有了 什麼國格也沒有了 主體性也沒有了 台灣人為中心的那種思想在哪裡 而且不要忘了台灣 台灣現在經濟實力 全世界排名第16名左右 是很強的 以貿易來講 以經濟總量來講 我們大概排第16名 這個地點它叫Spring Ball 就是一個跳板的味道 它是一個HUB 一個地區的營運中心 你看 去北亞 去東北亞 去日本 去朝鮮 去韓國 去北京那邊 大概4個小時左右 往南邊新加坡走 最南的地方 一樣差不多4個小時 就發現到這個地方 只有台灣這個地方 它是這樣的 可以變成一個區域的營運中心 這麼重要 他要成功的一個關鍵點 跟大陸要維持好的關係 這個他不要 蔡英文政府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他的軟弱 就是對美國不敢吭聲 對日本也不敢吭聲 為什麼這個美日安保條約 最近那麼重大的事件 我們以蔡英文總統的高度 也一句話都不說 成功的一個關鍵點 跟大陸要維持好的關係 這個他不要 他跑日本跑那麼遠 跑美國跑那麼遠 他有這個東西 很奇怪 王委員李敖講過 他說美國對台灣 會像果汁機一樣 把台灣完全榨乾了 然後賣掉 你看 其實釣魚台 就在台灣家門口 到這裡這麼近 然後釣魚台竟然 納在美日安保條約裡面 然後台灣鼻子摸一摸 算了 我覺得蔡英文政府 真的對日本是太軟弱了 太卑躬屈膝了 我們可以看到 過去馬政府時代 其實他在講釣魚台 他在講捍衛主權的時候 至少他展現一個態度 就是涉及到我們主權的 一寸都不讓 太平島也是 釣魚台也是 但是到了蔡英文政府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他的軟弱 就是對美國不敢吭聲 對日本也不敢吭聲 為什麼這個美日安保條約 最近這麼重大的事件 我們以蔡英文總統的高度 連一句話都不說 當總統面對這樣的情況 你一句話都不敢說的時候 請問別人對我們的態度會是什麼 繼續 軟頭清不過的 潘庭 從19世紀的四國打台灣 到今天安保條約納入釣魚台 你怎麼看 我們現在現在知道歷史背景 就為什麼世界各國 當時會很希望台灣這塊土地 不是因為台灣本身的東西很複數 是因為在地理位置上 他們必須透過台灣 才能跟大陸來進行貿易 他們是在利用台灣